小便的症狀是可以反映到前列腺的健康 常見的小便症狀有小便困難 尿流細藥 小便時突然覺得很急 不可以忍 和夜尿頻繁 以上的症狀都反映出前列腺的健康 所以如果有以上的症狀就要去找醫生 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其實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他們兩者的症狀相當相似 前列腺增生在50歲以上的男士是非常普遍的 值得留意的一點就是 如果有前列腺癌早期的時候是可以沒有症狀 如果懷疑自己患上前列腺癌 我們應該去找家庭科醫生 醫生會為我們做一個全面的前列腺檢查 包括驗血PSA 和會做一個肝門的止探檢查 如果驗到PSA的指數是高的話 我們需要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或者如果肝門摸到前列腺 是會有不正常的硬塊或者腫塊的話 都需要轉嫁去避療科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診斷和檢查 為什麼 已經不斷了 我必須不斷是距離 我突然說不斷的 在前列腺癌 那民間的肝門 可以繼續折挽 這些診斷 然後開始